大家好,我是泰哥 今天又要来开箱了 开箱不易 看我视频的大家 拍视频不易,点个赞 今天是要开箱一款 ONISKA TIGER 中文是鬼种虎 我应该没有说错吧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其实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少的用 那有可能是很多的用,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是第一双 这双是我的第一双 这双我是跟泰国的朋友 去广州那边谈业务的时候 然后他要去买 他要去买这个鞋子 那个时候我连这个鞋子是什么牌子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买了两双,很好穿 那一起过去 那就去看了一下 然后就买了一双 就这双皮的 那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应该有六七年了 这双鞋子跟我走了 大半个欧洲了 我去过好多欧洲的国家都穿这种鞋子 因为他穿的很舒服 虽然他看了起来不像是那种会舒服的 其实他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他这个皮啊 冷的地方也可以穿 热的地方你穿也不会热 然后他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呢 就是他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你看 他中间这个位置 有一点凹起来的 就是你的脚凹里面呢 它凹起来 所以刚刚顶在你那个弯的那个地方 很舒服很舒服 然后这双鞋子 我就一直都不肯扔掉啊 你看这里都已经破掉了 我就去补了一次又一次了 还是在穿这双 超爽的 那然后就是这双 这双是布的啊 这是比较简单的 这双就是比较简单的啊 因为它是布的 然后它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鞋带啊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直接穿上去就好了啊 但它有一个坏处就是 下雨的时候呢 可能会撕掉啊 那然后它冷的地方的话 就不会太遇冷啊 但是穿起来也是超舒服的 那我不记得这双是多少了 应该是 快4000台主吧 3000多 3500台主这样 大概是600多人民币啊 那这双 这双真的记不住了 大概有6年了 不清楚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 是这双 这双呢是 这个品牌的100周年的 那个纪念的鞋照 那天我去逛商场 然后刚刚有看到 那我就把它买过来了 黄色的啊 那有些人说 不喜欢日本的 不想用日本的牌子 其实 呃 我也不是说 非常钟爱他们国家的牌子 但是这个鞋子 穿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所以说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的 那今天要讲这一双啊 这一双啊 这一双呢 皮的 有鞋带啊 你看 就是跟我这一双差不多 其实 你看 差不多啊 那这双呢是4900台铸啊 4900台铸啊 那也它也是全皮的啊 我已经试了超舒服的 大家如果说喜欢旅游 然后长期走路的话啊 我建议可以买一双过来试一下 因为它真的是 脚穿起来很舒服很舒服 一点都不累的 那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啊 你看 它的鞋底的话也是这样的 防滑的啊 然后旁边都是皮的 里面的话也是很舒服 这个的话热的时候冷的时候都可以穿 风也吹不进去的 而且是防水的啊 超舒服 4900台铸的话 大概现在的话就是 不到1000人民币 900块左右吧 因为现在汇率 泰铸比较低嘛 然后 还有一双也是蛮漂亮的 但是我没有买啊 就买了这一双 那是4900台铸啊 那如果你是 国外外博物照去买的话 你去机场的时候还可以退税啊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有没有穿过这个盘子啊 那我本人的话我穿过 而且我是很热住 所以我一直一直不用买 我现在应该有两三双四双了 还有一双啊 还有一双我就不拿出来给你们看 也是布的啊 蓝色跟红色这个便便的 也是广州买的啊 但那双也是已经有裂开的 因为有六七年了嘛 但是 大家觉得这个 牌子的 或怎么样呢 如果你有穿过的话 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啊 你觉得你穿了以后舒服吗 你还会买吗 那很多人可能不喜欢 不喜欢日本的牌子 不想买啊 但是抛开 抛开它是哪个国家的东西啊 那我们来看 它实际这个牌子的好用 好处啊 用处啊 其实真的是蛮OK的 我是去国外的话 我就一直是戴着这一双 我每次去国外都会穿这一双 虽然它很破烂 还是会穿 那现在的话应该会把它 省掉 然后穿上新的了 因为这个是 大概就是一样的 也是皮的 觉得OK 那大家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 你有穿过这个牌子吗 你觉得这个牌子怎么样呢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买吗 好 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啊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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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